研究证实社交软体与自拍 使青少年增加整形念头 根据美国CBS新闻报道 越来越多的患者做整形手术 只为了要本人看起来 就有滤镜美肌的效果 现在自拍之后 一定要修图一下 才能上传社交媒体 是很常见的事情 有各式各样的APP 修图软体 让人们能够透过滤镜修图 来使皮肤更光滑 美白牙齿 甚至改变脸部特征 研究人员表示 年轻人的自尊心会因此降低 因为看到朋友 家人 和名人的完美照片 都是经过滤镜修图过的 这样的现象 现在被称为 Snapchat畸形恐惧症 人们要求整形医生 帮他们整出更丰满的嘴唇 更大的眼睛 或是更挺的鼻子 好让他们看起来跟照片一样 这项研究的作者表示 社交媒体正在改变 全球对审美观的看法 并使人们无法与现实接轨 研究者也补充说 医生应该了解社交媒体 对人们自尊的影响 才能给予病患更好的咨询与治疗 别忘了 我们晚上八点 还有今天的精选汇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